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呦 太阳出来了 我是你的老黄 我又回来了 哇 现在早上9点钟 好大的太阳 早点晚上没办法 就在这个 这几个土队队旁边露营的 能做一下风吧 等会儿收拾一下东西吧先 东西拿出来 今天早饭的话 就还有两个狼 等会儿吃一个吧 午饭再吃一个 晚上的话还是降温了 用了一下睡袋 但是就盖了一下 也不是太冷吧 晚上也不冷 就是个凉快 把睡袋灼起来 哎呀 这白天太阳一出来 好热好热呀 都被热醒了 还想多试一会儿呢 收拾完东西吃个早饭 估计得十点钟出发了 今天必须冲出去啊 没水了 只够白天喝的水吧 白天少喝一点 晚上做饭的水就没了 今天所以说必须得出去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 还有荒漠里面露营的 荒漠里面露营的 荒漠里面的地方 等会儿早点吃饭 早点把饭吃了 早点出发 刚才把东西收拾好了 十点到钟了 好热呀 刚才看了一下地图 还有差不多 二十公里左右吧 就可以出这个 这个沙石路了 到那个水泥路上 到水泥路了 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就有人烟了嘛 今天说说的话 五个小时 四个小时 总能走出去吧 走了走了走了 越难推啊 越来越难走 因为没有路啊 我都不知道路在哪里啊 看吧 这是这种 这怎么推啊 那么推吧 反正二十公里 今天不管推到几点钟 我都要推出去 推下去推下去 捏住刹车 哈哈哈哈 哎呦 这个路的话 骑不了啊 这个太软了 这个沙 整推一下 因为软的沙容易飘移啊 飘移的话就容易摔倒 推的话就有点飘移 也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路啊 前面终于看得到高速路了 哇靠这个路 乱七八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走 平一点的地方我们就骑 走一点的地方 就推 没有路了 路都是走出来的 是吧 哎呦 我一直这种路的话 就好一点 快点 哎呦哎呦哎呦 我靠 这个沙是软的 玩飘移就要考验我老房的 技术了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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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斤 哇靠 不行不行 哎呦我的天 这哪里是汽车啊 你看一下 完全就是飘移啊 从那里飘过来了 我靠近一桌 我一楼就不下了 我家 我舍不下了 就好像去那里飘过了 我要宇宙那里飘过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地方居然还有狗 不知道什么狗 野狗 这里发现了房子 哎呦 这狗还想来追我 尿 好绕啊这个路 本来是个直线 非要绕一圈 也没办法 这边还有个房子 飞气房 不知道以前这边是干嘛的 看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差不多这个土路的话 小路的话还有 五公里就结束了 地主上面能看得到 刚好我的水也差不多喝完了 前面的话有 差不多有个 十来公里啊我没有拍视频 因为 我整个人都是晕的 那段路被沙尘暴掩埋了 我相机也不好拿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差不多三公里嘛 搞了一个多小时 所以那段路过来的 现在就好奇了 真的还差不多剩下五公里左右 五公里吧 就可以到那个水泥路上面去了 到了水泥路的话 就能买到 就能有商店了 有人了 后面那段路的话 真的我都不想回忆了 太难了那段路 没有路啊 它被沙尘暴 沙子给掩埋了 看一下 最前面最前面 隐隐约约能看到有房子了 应该这个路到那边都结束了 那边的话应该就是水泥路了 顶不住了 好渴呀现在 快结束了呀 冲出去 哎呀又有精神了 刚才在那后面那个沙子里面 差点没出来呀真的太难搞了 这个车又重 沙子里面又推不动 可能是把它抬过来的 要结束了呀 回味一下 出来了我看到水泥路了 这个小路泥巴路 杀死路 结束了 结束了 哇这个天 从这里进去 就是 这个是水泥路吧 应该是 啊到这里结束了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口这里 看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候 哇这个天 这个位置结束了 跑那个方向就可以去哈密 啊 哇太不容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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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舒坦了 这个路 啊 舒坦了 这个路 所以 这里在地图上能看得到这条路 因为早上 昨天还是早上 昨天晚上我都看了一下这条路 今天我是有把握骑到这里来的 后面的话就一直这个水泥路了 去前面找个商店 买点冰水来喝 哎呦 哎呦 骑了三天四天的小路啊 人都快崩溃了 结束了结束了 哎呦 还说这个路舒服啊 看到 这路多舒服啊 一点都不得 我靠 这风吹着 把沙子大树吹着 路上也没有 别吹风了别吹风了 看一下吧 这边的马路 我的天 全是沙子 难怪这条路没什么车啊 旁边是高速 前面应该是有人家了 去买点水喝 太渴了 好想喝冰水啊 这边吹大风的话 肯定是会起沙城暴的 刚才吹了一阵风 全是沙子 头上全是沙子 好想有个饭店 还有个商店 这边停了好多大货车 哎呦 可以买冰水喝了 还可以吃饭 爽啊 看一下吧 前面还有 穿过这个饭店还有 只是这里被沙子给掩盖了 这里有饭店 好像有卖水果的 四隔多日 终于看到这么豪华的地方了 有饭店 还有超市 先去超市买水 还可以买哈蜜瓜 还有西瓜 哎呦 不得了 好多哈蜜瓜 还有西瓜 西瓜好大呀 这边有超市 这边有超市 买了两瓶 一瓶绿茶 大的 还有一瓶可乐 直接喝 找个饮凉处 来喝上一喝 好几天没喝可乐了 我饮凉处 这里这里 先爽一下 先爽一下 这瓶可乐 晒过山珍海味 这边是有水的 洗個筍 洗個頭在這裡 饅頭都是沙子 太爽了 剛才的這個 飯店吃了一碗拌麵 二十五消費 買了兩瓶水 差不多今天消費三十元吧 飯店洗了個頭洗了個點 帽子的話我以後就戴這個帽子 那個帽子戴的不方便 這裡憋得慌有個孫子 不戴眼鏡也好 戴眼鏡的話就不太方便 在那個泥巴路的時候 這個相機的屏幕也摔壞了 屏幕壞了用不了屏幕 就是換不了那個視角 只能用那個超廣角了 沒辦法 這邊修不到 把手的這個墊子也磨平了 然後被這個水桶給壓壞了 這邊也是 都斷了 一壺水的話今天是夠用的 出發了直接出發 吃飽喝足 心情大好啊 嗚 這旁邊有一大片一大片的 這是什麽呀 我特別好奇 老遠都看到了 這個是看一下是種的什麽 這個是什麽呢 就是這個 不知道是什麽 我也沒見過 大家有知道的嗎 是水果還是蔬菜 就這種 葉子就是像那個紅掃葉一樣 一大片一大片都是 現在晚上九點鐘的呀 天快黑了 今天又沒有找到房子住 不會要住這個荒山野嶺吧 實在沒辦法 就在這個 這個光兔兔的這裏搭帳篷的 沒有廢棄房嗎 不要是 哎呀下去了下去了 沒有廢棄房就沒辦法了 哦 挑一個位置啊 這邊 光粗粗的 我以為今天能多騎一會兒能找到房子 結果還是沒找到房子 只能在這裏 往裏面去裏面去 現在是晚上九點過七分 找了這麽一個露營地 這邊的話還可以 天邊的晚霞 特別的漂亮 那邊是高速 這邊是一片空地 那邊是村子 哦是個鄉 叫維吾爾什麼民族鄉 哦 還有村子 這旁邊都是有村子 所以這邊特別的安全 這裏的話 有一堵泥巴牆可以倒風 但是今天晚上沒有吹風啊 那邊其實還可以 這邊晚上好涼快啊 好特別的 剛才已經把帳篷搭好了 今天的話專門找了這個位置 因為附近是有人家的 那邊是有村子的 第一次來這個地方還是遠離人煙好一點 也不知道露營是什麼情況是吧 遠離人煙的話 就沒什麼麻煩 好了 做飯了做飯了 九點多鐘了 炒菜了炒菜了 哎呀這裡沒起風啊 還可以 沒有刮風就好 一點風都沒有 沒有水風 還是炒一個臘肉 來點大蒜子 來點臘肉 還炒這個洋蔥 放點醬油 也要上個碎 噴脫脫了 不知道怎麼搞 天氣太熱了 應該沒過期吧 少了一點雞粉 不放鹽了 這個臘肉好鹹的 這個菜已經炒熟了 這個是洋蔥炒臘肉 今天還可以啊 這個臘肉 大家喝一隻吧 終於可以開飯了 這是買的這個 這個 裡面放了兩瓶冰凍的已經是冰塊了 這個礦泉水 然後把這個皮就給 夾著的這個皮水 裝起來了 這樣的話那個皮水就一直是冰凍的 中硬的這個 就一直是冰的 這個是巫蘇皮水 然後四元前一隻 綠瓶的四元 嘗一下這個綠瓶的 我就喜歡喝這種全國各地的皮水 各種各樣的 先走一個吧 嘗一下綠瓶的 好舒坦 哇 做個冰爽 哇 好冰的 還有兩瓶 冰塊也還做兩瓶 然後今天就吃個洋蔥炒這個腊肉 嘗一下這個腊肉 這腊肉不是太乾 有點鹹 有煙燻味 口感也是軟多鹹香的 洋蔥味 喝點烏酥皮水 加起來這個配合 太耐實 沒問題啊 這邊的熱它是那種乾熱 你完全不出汗的 皮膚都顯得很乾 我嘴角都裂開了 都乾的裂開了 它是那種乾熱 不像我們內地那種濕熱 冬天才會出現什麼乾燥吧 嘴角才裂開 這邊夏天都直接裂開了 裂開了 就痛了 嘴角都痛了 它是乾熱 說水喝的特別多 一天至少四層水 所以說我帶的水是不夠的 只帶了十五層 我一天至少都要喝十五層 那怎麼辦 三天就是三次十二層了 還別說做飯了 所以說帶那個水是不夠的 我也體驗到了 不喝水很難受的 嘴巴像裂開了一樣 第一呼吸空氣的時候 整個喉嚨都是乾的 必須得喝水 而且這幾天喝不到冰水特別難受 喝著那個水還是熱的被曬熱了 特別難受 不太解渴 所以這是一個水源的問題 不要懷疑每天喝不到那麼多水 真的不要懷疑 是你無法想像的 我原來在星星霞 準備物質的時候 我也在想 每天喝個兩身水就夠了吧 其實不是的 根本扛不住 最後 我老房衷心的建議 不要來這種地方 沒有路 沒有補給的地方 不要來 不要來 只是此刻有在喝劈水的兄弟們 走一個吧 大約明天的話可以到哈密亞 因為後面的路全是平路 只有四十多公里 五十公里 今天晚上沒有星星 也沒有 月亮 也沒有刮風 一個人坐在這裡 喝著新疆的烏絲 吃著老臘肉 顯得冷冷清清的 不知道在新疆的旗行 生活會怎麼樣 能不能遇到那個他 讓我老房 晚上喝劈水的時候 不那麼的孤單 說說這個時候 看著這個天 看著這個地 看著這個星空 還有高速路的車來車往 要是有個女人 要是有個女人 你們說 你們說會怎麼樣呢 就好了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